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日子只剩下一個星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繼續馬不停地展開亞洲四國訪問行程 試圖取得更大的外交成就 昨天他抵達了印度的新德里 連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和印度國防部長申格 舉行了美印雙方的所謂2加2年度戰略對話 在今次的對話當中美印雙方都可以說是取得了封石的成果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在今次的2加2年度戰略對話當中 美國和印度分別有什麼得著呢 蓬佩奧提到 對於美國和印度這兩個偉大的民主國家來說 2加2年度戰略對話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兩國既要應對來自武漢的全球大流行武肺疫情 也要應對中國共產黨對於安全和自由的威脅 以及要促進整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只要聽蓬佩奧這番說話都知道 這個2加2戰略對話 所針對的假想敵應該就是中國 至於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目前美印雙方的合作重點 就是要使他們的合作制度化和正規化 要應對來自當今的挑戰 並且還要在未來秉承自由開放的印太原則 無非也是針對中國 明顯地美國在這次2加2年度戰略對話的目標 就是要拉攏印度去圍堵中國 埃斯柏就說到 說美印雙方的合作是要制度化 到底他們雙方達成了什麼共識呢 原來美印兩國將會簽署一份 名為地理空間基本交流與合作協定 根據這項協定 印度軍方將可以取得一些秘密的衛星數據 是什麼數據呢 其實就是飛彈和無人機 在鎖定目標的過程當中 所必須要的地形、航海和航空數據 只有數據就沒用 原來根據這份協議 所以授權了美國遲些向印度出售戰機的時候 就可以裝備更加先進的導航系統 到其時就可以幫助印度提高導彈的打擊精確度 預料有利於美國遊說印度購買更多的F-18戰機 這份協議不僅是分享一些衛星數據 也是為了在日後美國要向印度出售先進武器奠定了一個基礎 現在美國就和印度準備要分享一些機密的衛星數據 實際以往美國只是和五眼聯盟分享 現在似乎是想將美日印澳的四國集團的合作真的制度化了 之前有一個消息已經傳出過 說美國想在亞洲搞一個亞版北約 這次的2加2年度戰略對話 似乎是奠定了一個初刑 好了 蓬佩奧在結束訪問印度之後 將會轉到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和印度三個國家去訪問 其中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是著名的一帶一路倡議國 但是馬爾代夫方面已經經歷了一個政權的更替 現在這個執政黨對於一帶一路就沒有好感 因為覺得好像被人困了 蓬佩奧這次去到這兩個國家訪問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擴大合作對象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好了 至於較早之前 美國也是促成了以色列和蘇丹之間的大和解 也會再一次證明得到美國不是行單邊主義 同時也反映到特朗普如果是有心的話 絕對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取得更大的外交成果 而他也一而再展示出這方面的實力 如果美國真的行單邊主義的話 根本上就不需要理會以色列的死活 無論你和哪一個和解也好 或者是打到乾老徒地也好 特朗普和蓬佩奧都可以完全不理會 如果他真的完全不理會 就真的行單邊主義了 現在顯然就不是了 就以行動來否定了這方面的指控 好了 接下來就講一下本地的情況 昨天這個港大校委會的主席李國章 就著任命決定發表了聲明 就說後任副校長新作軍 表明自己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 而港大校委會就滿意新作軍的澄清 實情呢 在這件事上我就覺得 無論是支持那方也好 反對那方也好 對於這個新作軍是否擁有黨員的身份 都是反應過敏的過度的 實情我自己認為 根本上就算他是黨員身份又怎樣呢 先講反對那方面的意見 一直講反對派就批評說 現在全香港就變了有兩個權力核心 一個權力核心就在中環 那個傀儡來的 另一個權力核心就在西環 現在西環治港的了 西環就是中聯辦 中聯辦的人全部都是黨員 既然提出西環治港這個指控的時候 那就是黨員治港 也不要說之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都被人說是黨員 他也否認 不過有些人總是不相信 都覺得他是黨員 黨員也做了立法會主席 又說是黨員治港 西環治港 在這樣的背景下 香港已經運作了23年 好了 現在又弄一個叫做新作軍出來 就說懷疑他是黨員 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算他是 那又怎樣呢 有些人又說到 如果他做到這個港大副校長 就會有選一國兩制 假設他真的是黨員身份的話 實際我就覺得這些指控是很無力的 不是說由黨員來做港大副校長 就不會影響一國兩制 而是這個一國兩制影響了二十幾年 後欄都被人入了半截 現在才說被人摸你的臉 睡醒了嗎 這些人是 西環治港第一天出現 這個立法會主席疑似是黨員 都不是第一天出現 你現在才說這個什麼新作軍 是不是黨員 哪個炒作得起才行 就算他是 我都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說了反對派的意見 因為那些指控很流 是不是黨員 怎麼辦 難道他不是黨員 就不會影響這個學術自由 誰做你都說他影響學術自由 他找一個大陸人來做 是不是 這些是多餘 好了 至於說支持他那一班 就是那些建制派 有些人走出來說 哎呀是呀他不是黨員 又是多餘的 喂 那時候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是不可以公開運作的嗎 那這個中聯辦是什麼來的 那這個國安委是什麼來的 那些不是黨員來的 喂 就算他是不是黨員 那又如何呢 那些支持者又是離譜的 好像有什麼需要避諱的 黨員不可以擔任這個 學校裡面的要職嗎 那身為一個黨員 不是偉大光榮和正確的嗎 還需要避諱的 那些油泡琵琶半遮臉 可以省下 現在香港的法例 又沒有禁止中國共產黨員 在學術機構裡面擔任要職 所以無論是支持的那些意見也好 反對的那些意見也好 全部都是不到位和不對題的 好像在那裡扯貓尾做大龍鳳 那樣浪費 那至於我認為 新作軍他澄清說自己並非黨員身份的真正原因 他所說話的對象 就不是告訴香港人 大家又回想一下 在上個月的時候 美國方面傳出了一個新聞 就說美國當局嚴格地執行 凡親具有共產黨員背景的人 就不准移民去美國 那當然啦 現在新作軍被人指控說他是黨員 那他當然要否認 佳欣這個新作軍 其實他就是目前出任加州大學 就是柏克萊芬校的工業工程和運籌學系的主任 到底他在美國是否擁有綠卡呢 記者不如去查探一下這些事情更好 如果他是擁有綠卡 他當然就不可以同時是中國共產黨員 否則就會影響了綠卡的資格 這些方面的報導還有建設性 在探求什麼清華大學什麼什麼網站 是不是黨員 實情他是不是黨員 根本上沒有什麼大不了 唯一影響就是他移民去美國的資格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